第136话 高欧 最终圈所剩的部分仅有半圈 机斗持续中 蓝白红三车组成法国国旗色队列 MFG第三站正在最终第五圈 一位折杜 二位贝肯鲍尔 还有我们的下巷处在三位 以往的夏业顺 这时候早就后光轮胎车辆四处了 可如今还没有出现那种迹象 到底是为何 反倒我这边前轮的回馈变得奇怪 终止引擎加四轮驱动 要接受的双重处罚在中排时召销了 争夺九位的两台车接近三号岔口 而三号岔口处曾上演过数次戏剧性事件 九号车项夜仿佛是要做点什么 杀气扑面而来 那么会怎样 霸了 没上 并没有采取行动 别三只把气带强架在别人身上好吗 我不是那种技术细腻的车手 而这边 爆 爆 八十六号特色 天哪 王者贝肯鲍尔沐浴在新人的北城中 一气呵成 简直像用了魔法般 不费摧毁之力 无论如何 我也不敢相信 刚才发生的事情是真的 秋山先生 究竟是怎么回事 是高 啊 排水渠过弯 好怀念这招啊 很久没见过了 这可是童言拓海的拿手好戏 了不起 原原本本的使出了老师的各种招式 这个是因为轮胎吗 到目前为止还一次都没使用过 而不得不使用这种招式的原因 在于轮胎终是要不紧地面了吗 我是下降跑到米哈伊尔前面去了 不可能怎么变成这样的 以那个恐怖的米哈伊尔为对手 你是如何办到的 这种招式瓶颈 调整呼吸 把加快的吸率降下来 人类的表现 只有在防松的状态 才能接近百分之百 不过增加了一项任务而已 对结果不会有丝毫影响 制装圈 所剩部分 还有半圈 三色骑编队 首位争夺战 还在持续中 现在通过了奎弯 三台车中 最有马力的12号车 在接下来的上坡路段 将更有力吧 虽搞不清楚情况 但你带起了神风 不得照吧 卡纳达 李文顿 你被夹在中间的这段功夫 可以避免我与米哈伊尔的正面交方 12号车 突然变现 两台车并排通过弯道 挺住 卡纳达 两车并排 则出弯速度大跌 我便能趁机一口气 投出升天了 86号车也丝毫没有退让 就这样持续并排 进入第二个弯道 两人互不相让 竟并排突入第三个弯道 第三弯道出弯 此处到Embalance弯 是一段陡峭的上坡 马力胜出的12号车 渐渐超前 12号车压住了86号车的侧头 顺位再次调转 以普通车手为对手的话 这种局面 变通下向逢战必胜 但换成王者贝肯鲍尔就大不相同了 超高水准的缠斗 已然迈入神志领域 半岛增壑的这份技动 终于达到顶底 哇 果然是轮胎吗 由于续盘无法挂乱的 而最终导致前胎 特别是极尽使用 横向抓地力的恶果 在此处显现后 就必须把策略改为 死守当前胜位 我们仅仅是失去 和仙头集团一战的战斗力罢了 借12号车与86号车雪拼到底之际 4号车渔翁得力 将差距拉到20米以上 泽杜光辉得了比赛大势 可以预见他会拿到本赛季的首胜 修想套走 泽杜 就让你解释下 我几乎没再试过的认真充斥模式吧 魁弯 别猛松 顺 现在还不是很用轮胎的时候 继续注意力 一口气爆发的地方在回程组织线 了解 4号车和12号车的间距有些许缩短吗 同时12号车和86号车的间距也拉开了一些 片头下向 处境艰难 果然 他的轮胎到这里不怎么好死了呀 后轮的抓地力还在 然而前轮的横向抓地力所剩无几 但我直到最后都不会放弃 前面两台车绝对会露出破绽 我是知道的 哇哦 这边12号车触发了行物标识 真没想到吧 秋山先生 在最后圈 最后的关头 纵使如此 这种局面还是见过太多次了 日常留有余力 老实说我不喜欢这样的比赛风格 可又不得不承认他的实力 这个男人确实优秀至极 差距渐渐缩短 我这边可是用了排位赛级的状态 一路飞逃啊 好快 米哈伊尔 快得让人毛骨悚然 这就是我所面临的课题吧 在全身关注进入全力充斥的状态时 呼吸挥边前 心理数也有少许增加 以世界级位级准 还算不得超一六 再靠近 让台车的间距进一步缩短 突入第二 180度转弯 终于追上了 绝对的王者驾到 回程组织线 十号车 转入四号车的北流中 从这里开始 便是一觉知雄的决战之地了 最后 好想见证86的奇迹 我有种不好的预感 都到这种地步了 我能做到的事情 也只有接近车子的战斗力 踏紧脚下的油门 拜托你了 加油吧 A110 MFG 第三站正赛最终的第五圈 失去轮胎抓地力的下向 被守卫两台车渐渐抛离 86号车没能吸到队列的北流 也就是说 他在此刻出局 无缘冠军争夺 那么会怎样 12号车要在哪里动手 组屋湾临近4号车 与12号车全油门突进 速度非常之高 绝不能让对方占据 组屋湾内侧 被插进来的话 从奈克起 便万事修夷 越胜负吧 折度 最终的角逐 组屋湾 全力自动 突入其中 居然从外侧 别小看我米哈叶 我要把你选择的 这个战术 给粉碎掉 两台车保持并排 在组屋湾 重新加速 抑制与抑制相碰撞 尊严和尊严插出火花 经过悬崖至上的 高速通道 接着进入隧道 和前面两台车的差距 在急剧缩短 这样啊 两台车并跑 由于路线受到制约 使得万速降低 情况变得无法预测了呢 许方军 他们这样并跑 很有意思 您是说 或许能遇上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糟了 米哈叶尔特意 绕到憋屈的外界 理由竟是为了这个吗 我没有空间了 那里被下巷占住 我一生一世的大失算了 终点进前 排名再次互换 先头 贝肯鲍尔二位 片头下巷 则杜光辉 退至三位 这是何等具有冲击力的结局啊 在最中圈 先头集团频繁发生变动 令人目不暇接 如此激烈的比赛 前所未见 现在冲线 王者 米哈伊尔 贝肯鲍尔拿下三连胜 四如破竹 接着 第三次参赛的新人 片头下巷 终于登上了亚军的领奖台 太好了 太好了 下巷做到了 我是在做梦吗 强啊 真的太强了 诞生至德国的改造人战士 纵然面对拼尽全力 来纠缠的四号车 与八十六号车 也未能将他们的执念 完全粉碎 跑到能看见 二号车背部的位置了 然而片头下巷 却消失得无影无踪 初登场以五位完赛 绝对算不上成绩糟糕 可为什么 我胸中有股沉重的挫败感 四位二号车赐雨 五位885号车助兴 指向终点弯 六位一号车死神 落后不少 北流开始奏效了 顺 轮胎也有余量 决胜物吧 了解 后续车辆不断死来 七位三号车大死 接着是六号车柳田 十三号车前缘 杠后方又有出人意料的变故发生 请大家看这边 两台车并排从隧道冲出 五号车版本 九号车项叶轮对轮 这两台车总在紧要时刻纠缠不休 上啊 别说啊 项叶 千万不要怂 地板人到底 这个场面 既是感满满 右侧的九号车 没有行车线 傻蛋 稍微动动脑子吧 冲冲冲 冲过去 单行路的空间 何其狭小 两台车竟同时钻了进去 先一步冲过终点线的是九号车项叶 裁判旗出现了 秋山先生 究竟会怎么样呢 恐怕经济委员会中谁都没能预料到 是未曾设想过的事态啊 成为运营上的事故咯 赛道的那个部分 是以两台车不可同时通过为大前提设置的 在现实中 这两台车确实并排闯过去了 这件事将会怎么判定呢 真的是很微妙啊 核心问题在于 如此超越 是否算是公平竞技 无论如何判决 都需解释其 为是否符合MFG基本理念的判定 骗同选手 最终车键通过 二位完善有效 恭喜了 之后的颁奖仪式请务必出席 你想指明哪位安德鲁送上祝福之文 那个没必要的 我的话随便谁都好